不指望孩子成为艺术家 为什么我还要花钱让他去艺术班呢 他未来不去做台上的表演者 可以做台下的欣赏者 马云曾经说过 如果不让孩子学习艺术 未来三十年 他将有可能找不着工作 这种说法夸张吗 我觉得这是马爸爸说的最靠谱的一句话 而且呢 你不用为这句话去剁手 对于没有艺术天分的孩子 对他进行美誉教育有用吗 你才没有天分呢 孩子都是好孩子 家长很忙 没有精力给他进行美誉教育 怎么办 时间一定是有的 吃饭很重要 你有时间会吃 美誉是精神的需求 也是刚需 去美术馆去听音乐会 孩子如果说看不懂听不懂 该怎么办 什么叫看懂呢 很可能是我们呢 给这件事啊 定义了一个特别僵化的一个标准 我们带他去这个环境里面 让他有愉悦的经历非常重要 多体验 对他就是会有这样的提升 美的素养看不见摸不着 家长如何衡量自己的投入 是否值得呢 产出啊 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近期的一个收益呢 是我们跟孩子一起 收获了非常愉悦的亲子时光 如果周围的人 家庭的影响对孩子人生 才是最深远的影响 得晕